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新闻吵得沸沸扬扬 赖清德突然大吐苦水 他说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陈水扁执政 他向美国来做军事采购 却被当时的国会过半的泛兰阵营给封杀 如果当时这件事情过了 采购案过了 今天也不需要这么辛苦了 他大吐苦水 说当时嘲笑也大 抱怨 如今嘲大也小 那你民进党还可以控制马文军 党潜见的预算吗 这个逻辑上有一点点说不通啦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不知道真相如何 可是必须讲已经铺天盖地的 包括你看到检调 包括你看到国安系统都亦有所指 马文军被指泄密 那蔡明燕 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说 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司法阶段了 现阶段以国家情报机关来讲 不适合做太多评论 尊重司法的侦办过程跟结果 而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被问到这一题 他说现在检调已经开始调查了 府方不方便再做说明 这样的讲法其实听在一般老百姓的耳里是什么 哎呦 感到无哦 哎呦 有点恐怖哦 那马文军委员这一照是说 我已经去提告了 我也不再对外回应了 这样子的攻防是对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马文军哦 他怒哦 他很生气 马文军怒点名 三人回响说 你赶快尽速侦办 什么事情 他说其实过去哦 他在监督国会 他在国会监督这个国防部的时候呢 其实他已经有一些 包括各种的这个录音档 他有丢出去了 可是并没有 并没有继续的侦办 现在他被指控卖国到极点 泄密党检见 他很生气 他说有没有泄密交由司法来调查 他回应蔡新强说 这个检见高检署已经犯案调查了 已经朝外患罪来侦办了 那就请误网误纵 尽速侦办 他也点名黄树光 说不管你影社的立委是不是我 又或者军火商 你不去告发 就是赌职 就是包庇罪 那他回应国习 他说指控我卖国到了极点 但却不去举证告发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心知肚明 会被反控诬告 他点名这三个人 他点名这三个人 那浅见国造泄密风暴 大鱼还没有浮出水面吗 我们现在只是在看戏吗 包括郭喜 我刚刚讲了 他昨天一天就上了十一个节目 不断的去讲 不断的去把一些所谓的机密给泄露 他还说这几个人是卖台集团 他点名谁呢 他点名退役的海军上校王志鹏 他点名退役的海军上校黄真辉 以及前参谋总长李喜明 还有马文君是卖台集团 可以这样随便点名的吗 李喜明他有回应 他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真相不久就会大白 我不会出面说明 因为真相不久就会大白 李喜明有暗示吗 他有暗示在搞鬼的是谁吗 我们再来看看徐巧新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他昨天丢了一段录音档 今天又丢了第二段录音档 他认为他点名 这个包括郭喜的录音档 GL是诈骗集团这件事 点名黄曙光回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好多 包括军火商 包括前客 包括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 是谁 是谁把它泄露出去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 厂商内斗军火商神秘运作曝光 有16个爆料录音档 意外揭开布局 介入采购过程 我们看到徐晓芯说 他只公布一小部分而已 后面还有更多 更精彩 更大的鱼 另外马文军跟郭喜互咬 检方锁定这个所谓 这个提到黄曙光的神秘录音档 那这一份录音档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据了解最高检察署 对潜见国造案的侦办分工之后 高检署除了传唤黄曙光 等这个包括相关的一些人 官员还有厂商的人证之外 其实目前最感兴趣 也最关键的证物 就是马文军 我刚刚讲了 他在去年一月 其实他有拿到16段录音档 而且有交给谁 交给国防部 交给国安单位 还有交给检调 他有交出去啊 甚至他有开记者会哦 所以部分记者手上也有录音档 可是现在回到检方身上了 检方说他手上没有 很奇怪啊 2022年马文军丢出去的这些档案 现在有检方说没有 是消失了吗 是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所谓的郭喜 这一位先生他当然有一些争议啊 那他也不断的上节目讲话 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关系图 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上任的时候 他任命海军司令黄树光 黄树光的哥哥叫黄成光 某种程度他是介绍郭喜 给黄树光认识的 那外界也有这样的说法是 郭喜可以直通海军司令办公室 是这样子吗 直通海军司令 而黄树光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妹妹 叫做黄珊珊 就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长 另外蔡英文总统 过去非常倚重的李喜明将军 也被指控说你卖国 他是黄树光前一任的海军司令 而另外蔡总统的远房亲表弟 陶千光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一连串的人必须讲 他们都曾经或者是现在 是蔡总统非常相信的人 可是中间有好几个人 被点名是卖国贼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消息是 郭喜在今天中午参加了一场网路的访问 这个是网路的节目 他出言 他讲话很辛辣 他说啊 邱国正 我们的国防部部长 这个大番鼠 我不知道小英为什么会选他 他没有敌情意识 这是国民党派来的国防部长吗 他批评邱国正是大番鼠 来先请教兵哥 兵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互咬 互相指控 他叫邱国正大番鼠 我觉得他自己才是个大笨蛋 他自己昨天还在讲说黄树光已经托人跟他讲说 潜见国照还要继续 你不要再讲了 结果他继续爆料 继续在那边鬼扯 所以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他是希望把这件事情搞得越搞越大吗 他搞不清楚状况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郭席恐怕很快要出问题 我觉得李喜民讲的那个不是空穴来风 我觉得李喜民大概也知道 郭席持续这样抱下去 郭席自己大概会先出事 所以李喜民才会讲这个东西 因为郭席这一个乱咬已经咬到 我觉得他现在他以为他在咬马文君 其实他在咬的是蔡英文 他们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你把李喜民都咬出来 你觉得他把他们四个人叫卖台集团 李喜民 马文君 王志鹏跟黄振辉 黄振辉常来上这个节目 请问一下你觉得李喜民会去跟马文君勾结吗 可是李喜民现在是不是跟蔡总统见情见远了 我跟你讲你在什么见情见远 请问一下 他只称他是卖台集团的事 从七八年前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是蔡英文总统最倚重他的时候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火已经烧错方向了 所以当火烧错方向了 黄树框就不讲话 邱国正也出来打圆场 结果这个郭席还在那边持续 在那边继续讲 那你现在接下来是怎样 我觉得郭席你自己要去讲 你是经历过引清风案 你是经历过烈雷劲案 到时候会不会又有人要消失 我就不知道 因为台湾每一次一牵涉到 海军的事情听起来都蛮恐怖 因为这都牵涉到几千亿庞大的利益 比方说几千亿 现在在江湖上几十万一条命就不见了 那这牵涉到几千亿的 你觉得这个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 你看当初黄树光一有所指这样一讲之后 民进党一整队全部跳出来 每一个都帮忙打马文君 然后一口咬定就是他 讲得他好像十二不赦他卖国 然后第一个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些人很奇怪 当年你们都亲眼所目睹亲耳所闻 结果你们所有全部人都跟安存一样 一句话都不敢跟 突然之间一个郭席爆料之后 你们全部跟得上 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年到底在干嘛 你们一个一个都包屁吗 还是你们是共犯 然后你看同一时间 国民党这边 虽然我知道江启臣一些人 有去在国会帮他咨询 可是绝大多数人是看 马文君自己一个人怎么应付 这个就不太对了 然后马文君也很奇怪就是 今天这个事情是已经质疑在 你对国家的忠诚度了 这个事情怎么可以丢给检调就算了呢 他说他去告我 所以交给检调来调查 不可以 为什么 你忘了你去年就把证据丢给检调了 到现在什么也没查 而且解放说没有 对啊 他们连证据都吃掉 你现在还要相信他们会秉公处理 你逻辑秀斗了吧 所以很显然的检调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如果你希望这个案子还能够 有水落石出了一天 那马文君委员你自己身为当事人 你应该要穷追猛打 还有国民党你们这些其他的委员 还有其他的整个党 党中央 你们也要帮着马文君去做这件事 不管是站在选举立场也好 或是站在维护社会公益也好 甚至是调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匪谍 叛徒也好 国民党都应该做这件事不是吗 没错 不是只是议会质询一下就算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问题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因为民营党现在看起来是说了 想要援 不然的话邱国正 怎么会突然之间讲这些话 邱国正还称赞马文君很认真 是啊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很简单 他要习事宁人 希望大家都算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邱国正的态度 让马文君觉得说 好吧 既然你要算了大家都算 不能这样 这种事情不可以算 这是匪谍 这是叛国 这种东西可以随便这样算了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嘛 有三种可能 要么抓出来国民党和一堆匪谍 把它全部抓去关 要么抓出来民进党内部一堆匪谍 要抓去关 那更可怕的就是蓝绿都一堆匪谍 那抱歉也全部去关 全部抓去关 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关 对 不管的话台湾的安全到底谁来维护呢 然后赖兴德 你不要在那边混淆视听 当初你以为通过案子 美国就会卖你财电检介 不可能 因为美军根本不想见财电检介 所以你看赖兴德这个人 到现在都要选总统了 还在说谎 还在造谣 还在认知作战 这种人真的是不要脸到极点 他说2000年那个时候 如果不是国民党党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早就 这个案子就通过了 今天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来 赖兴德委员 赖兴德我帮你回忆一下 因为那时候他也是立法委员 2000年的时候 的确是有编浅借的预算 但那时候要跟美国买 美国说我没有 但是我有一些库存老旧的潜水浅借 可以两艘可以卖给你 但是价钱是市场上的两三倍 国民党有 我刚才讲 我印象中有 林立方委员说 哪有这么贵的行情 如果这么贵的话 我们干脆自己照尾都可以 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是主张 潜见国照 不主张去买一个老旧的潜水艇 又那么贵 这合不合理 合理 那我这样冻结你这个去 买那个旧的预算有什么不对 如果说冻结国防预算 就有问题的话 那好 王定宇有问题 赵什么 赵天宁 赵天宁有问题 通通有问题 你民进党的国防委员 哪一个没有冻结过国防预算 我敢讲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在国防委会 对 至于所谓的 什么秘密会议 没有签秘密协定 我参加好几次 我从来没签过 你鬼扯 就是在门口摆了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签名簿 你进去签名而已 哪有什么签什么秘密协定 哪一个进去不要签名 那你说 马文京出来打电话 跟着胡扯 录音带掉出来 你赵天宁有没有上厕所 你王定宁有没有上厕所 少来过哪一套了 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档案不会消失 你就调文件出来 还有录音还有录影都有 所以我觉得 想选总统赖清德搞不清楚状况 你不是没当过立委当那么久了 这是胡扯八道 再来我觉得国安局的局长蔡明燕 也不用撇清了 为什么 调查局是归你管的 谁不晓得台湾都知道 调查局归国安局这个督导管理的 我们再讲一次 马文京他说他叫给检方 是检方把他交给调查局 还是马文京自己交给调查局 录音带在调查局手上 为什么不办 谁叫他不办 是你国安局叫他不办 还调查局局长叫他不办 还是总统叫他不办 先弄清楚 这个跟刑政院长没有关系 刑政院长管不到这个东西 再来 黄书冠也当过大官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邱国正被称大番属 实在是有点侮辱他 不过我要逼 跟邱国正喊话一下 你不要什么东西推给司法 这跟司法没有关系 这跟泄密有关系 泄露的是军事情报的秘密 你这个跟卖台有关系 卖国有关系 而且指控的是李喜明 李喜明是何等人员 参谋总长 任何国家说参谋总长 比如我们说 刚刚泄露的美军的参谋总长 迷利 迷利对 卖美国 他已经跳起来 开什么玩笑 而且邱国正不能当闲杂人 因为国防部底下 有个叫军事安全总队 军事安全总队 你问问他哪个军官不害怕 是 哪个军官不害怕 是可以随便抓军官的 而且经过美国的帮忙的时候 他们还成立一个叫做 机动第六组 几乎就学英国的MIV 第六组 机动第六组 专门在清查军火上的 所有的军过相关的 你今天这条所谓潜见国照 找那个郭喜 又找了韩国人 韩国人找了英国人 换句话说我们潜见国照的机密 至少有六个国家人都知道我们的机密 这是什么叫做国家机密 你们也差不多了 是真的是看起来听起来 你也差不多了 怎么有办法 这种找了六个国家的人 闲杂人等一大堆 这个算什么机密 是好笑 有多少人知道 但不管如何 一定要把黄曙光 郭席 马文君 李喜明 黄振辉 王志鹏 通通列入军事安全总队里面的 情报泄密严重调查 这个不需要司法领域 也不需要检察官 不可以推入司法程序跟我无关 对不起 这是国华部长该做了算 全部调查 对 我先从赖清德讲起 赖清德你谈到的就是陈水扁时代 陈水扁的前一任是谁 李登辉 李登辉买了150架的F16战机 也买了60架的幻象 还有一堆的IDF 也买了六艘的拉法业件 还有买钱件 所以我觉得你赖清德 你现在在这个时候 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在胡说八道 李登辉任期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 好了 算长好了 十年的一段时间内 花掉台湾几千个亿 买了一堆武器 空军的买光了 海军的买光了 然后陆军的买得也差不多 你还要买什么 浅件也都买了 你今天还可以说 陈水扁的案子被挡 我就觉得台湾那个时候 还有钱 我们今天F16战机 用到现在已经老旧不堪 幻象用到时候老旧不堪 拉法业件还有十年的寿命 也就差不多快要退役了 如果那个时候做的话 我们这个潜件 再过十年也要退役了 我个人是觉得 有点军事知识 有点军事常识 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中国大陆还没有兼二十 他们也没有055 也没有052D 都没有 现在都有了 航空母舰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而我们台湾买买买 自己不照 拼命买 然后弄到最后 今天台湾的飞行员 找不到人 然后的飞机太多 然后我们的原来的 航空的这些工程师 被迫失业 跑到韩国去 帮韩国造飞机 现在韩国在海外卖的飞机 当初就是我们的工程师 帮他们造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这些搞绿营的这些人 从李登辉到村那边 你们把台湾害到什么程度 你们还要怎么害 你赖清德今天 还要再怎么害台湾 蔡英文 你们要怎么害台湾 为什么 一扯到海军就扯到弊案 一扯到海军 各位马上联想起 拉法叶舰时代的 引清风的命案 现在又浅舰出来了 弊案又开始了 然后还出卖国家案 出卖利益案 里面的黑洞 黑幕这么的多 现在好了 检察官说我们要立案调查 请问是立哪个案 你今天是要调查谁 没有讲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讲话了 我觉得这什么情况 蔡英燕不讲话了 对 马温君你也不讲话了 你请问一下 你能告诉我 司法程序是哪一件的司法程序 相关的涉案人才要尽义务 是不讲话 但是非相关的涉案人 都可以讲话 都可以继续矩阵 甚至相关的涉案人 如果有新的证据 如果有证据已经提送 而当时的简单单位不处理 你现在应该再度的提送 再重新送 再重新送 而且直接点名说 当初你交给检教机构的哪一位 收发你把文书拿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追究 要追究到底 为什么每一次扯到海军 就是弊案 就是命案 这怎么回事 难怪蔡英文拼命要照潜见 那就是因为 是不是有太多的弊案 弊案的意思也就是说 有太多人把钱放在口袋里面去 我觉得蔡英文 你在这个时候不能当收脱乌龟 你要站出来讲清楚 为什么一扯到海军就是弊案 李登辉时代扯到海军弊案 现在又是绿营的 又是你蔡英文 绿营的李登辉海军弊案 绿营的蔡英文海军又是弊案 给我们站出来讲清楚 是现在某种程度 我们看到军方是放任郭席 让郭席一直在外头乱讲话 其实我们比较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样貌 希望检掉可以给我们一个真相 或者至少给我们一个轮廓吧 这是我们很卑微的一个希望 我们很卑微的一个希望 感谢观看